第十三章,高手过招,只见他们两人,各自退出了三步,可见功力相弱,我大师伯在一退出之后,守阳处,一枚金莲子已然向石轩婷头部射出,石轩婷手指一弹,嗨,地一声,也弹出了一枚金钱,争,地一声,正弹在金莲子上,两件暗器,一起蹦散了开来,我大师伯大喝一声,道,来得好, 双手提洒,石眉金莲子,分成十道金光,向石轩婷一起照下去,石轩婷,哈哈,一笑,石眉金钱,也已然连帆飞过,一时之间,只听得蒸蒸之声,不觉于耳,二石眉暗器,自下蹦射,金光缭绕,畏为奇观,我大师伯呆了一呆,道,想不到阁下在暗器功夫上,也有这等造诣,石轩婷冷笑道,体感, 他对大师伯,言语之间,不敢十分无礼,当然是他知道大师伯的武功,和他实在是不相伯仲之故,我大师伯双掌一措,又带公向前去,忽然听得黎明眉娇声道,不要打了,他才一出声,我大师伯身形一闪,便已然退后仗取,黎明眉向前走了几步, 他身上仍然披着名贵的豪皮披肩,阳光之下,他面容虽然显得出奇的苍白,可是那种美丽,仍是无法形容的,他向前走出了两步,道,十五年,未曾见面了,你好啊, 十轩婷一见黎明眉走出来,面上便掠过了一丝十分惊恐的神色,但是片刻之间,他面色重又凛然,喝道,判施之徒,还有什么面目见我,黎明眉突然笑了起来,道,我为何被踢出北太平门,可要当着众人,说一说嘛, 我看到十轩婷在听到说这一句话之后,全身抖地一阵,面色也未知一变,我心知他们两人之间,一定有着奇奇奇特的关系,十轩婷是时局的父亲,而黎明眉又亲口对我讲过,她是时局的母亲,她又和我说过,她最恨的人,就是十轩婷,然则,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,究竟如何呢? 只见十轩婷不由自主,后退了一步,指住黎明眉,道,你,你,你,黎明眉,格格,笑道,你怕什么,你怕什么,时轩婷又向后退去,刚才的豪气,已经不知去向了,黎明眉道,你怕被我们的女儿,知道了你的行为,也不持你为父吗? 我一听这话,又是一争,向十局望去,只见十局也睁大了眼睛,恶然望住她的父母